老师好 如果说平常我们在手机使用或电脑使用 会收集一些网站 那我现在做一个什么 来建一个database data inline哦 然后这里呢就叫做名称 名称 属性名称都可以改 对不对 那我这个栏位呢 就是网址 既然叫网址 老师有印象吗 下一个标准动作 在type这边我选哪一个 url 我先做很简单 这是网站 我用这个名称比较具体 来看哦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的notion应该装一个外挂工具 装这个 叫notion web clip 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它的网站不错就把它收集下来 我做一下给你看 来来来 那这个怎么装呢 在chrome的网址 要点三个点点 扩充功能 其实扩充功能是一个网站 再点这里 这是一个独立的网站 就在这里 来我把这网址先贴给你 来贴上去以后呢 请老师就在那边打什么notion notion 一次我打完好 web clip 这个点起来 那安装点下去就可以安装 这不用钱 装完以后做什么呢 来老师看我做咯 装完以后呢 在你的那个外挂工具就包含了这个功能 来 那我来打个比方 假设说这个 我就拿出来做示范给你看 我这外挂工具 这个工具不错 这里还有图标的 可爱的图标 我们先看外 好来我先选 可爱的图标的 这叫super icons 假设这工具我要 来你看我做 我们再复习一下下 刚刚我所做的那个名称叫做什么 收集 那跟老师报告一下 我强烈建议 你个里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把这里做什么事情呢 into a page 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转换完有个好处呢 它就回到最上层来 来 收集网站在哪里 没看见了 来在我们这一页在零售商 在这里这里这里 sorry我点一下 把它拖一上去 做的有点多 刚刚收集网站 我后悔一下 被我删掉了吗 这里 转换成page会比较好 在这里 那这里呢把它拖一出来 来 拉到一样并列 不好意思就在这里 我看眼花了 好 这里有个收集网站哦 我看一下 下次我只要点这个 notion save 我就可以指定放在哪里 哎 那怎么没看见 哦 我可以做连结 哦 那个资料库 这边怎么没看见呢 页面 我刚做的资料库啊 那你可以点我的连结啦 我们先把它储存一下 这叫做搜寻 我刚那一页确定是这个 资料库的 搜集网站 它是一个资料库 有网址 来 我再开一个页面哦 那搜集下来 这是什么 它可以汇整 有点像我们家在加速签 只不过 你后续可以再做编辑 然后再点这里 可能是要重新整理一下 这样我觉得 我在玩notion 有时候你整理完 我再提醒大家 我们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边重新整理哦 重新整理的时候 它讯息才会送出去 再重新整理 我这边有个页面 叫做 什么 收集网站 来 老师再看一下 我这边重新整理一下 刚看不见 这是我碰过原因 我再重新整理一遍哦 就是再来点选这个web clip 出来了 我从头到尾都没错 在使用notion 需要做重新整理 来收集 储存哦 在第一个网站 来 我再去一个网站 譬如说我们这个 呃 范本网站的这个 notion的什么 公用范本啊 来我再点搜寻哦 再储存 等一下再给老师看 诶 是不是就在这里 所以我刚从头到尾都没做错 notion需要重新整理 还有一个网站还不错了 可以做进度表的 来 等一下我这样贴给你 这边有个叫做进度表的 这里进度表 只要把你这里改一改 就可以了 那以后在notion 就有进度表功能 来 我一样哦 再点选web clip 把它收集到 收集网站储存 然后我把这页贴给你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收集网站这里 重新整理一下 出来了 老师你看见吗 这是我刚收集的 全部汇整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里有个栏位 叫url的 前面三个空白把它删掉 点六个点点可以把它删除 所以透过这个 我收集完就会在这一页 当然这一页老师 我想放到别的地方去 可不可以 也可以调整 这好像不能拖到别的地方去 不能拉出来 都是都在这里